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以简易程序定序按三级罚款 雇主和雇员最高罚则分别增加至300万和15万 检控时限由6个月延长至9个月 有代表劳工的议员说政府曾经建议最高罚则加至5000万 竟多番讨论之后结果得出1000万 这个可以说是讨论近三年的结果 所以看回整个剧情 并非劳工界一直狮子开大口 反而是工伤的工友或者死伤者的家属 可能会觉得政府一退再退 希望判刑是要贴近社会的期望 也不希望日后的法庭 对一些违反职安建条例的雇主 甚至一些雇员也好 太过仁慈 这个仁慈 其实是会令到对其他的打工仔 是一种残忍 因为会中用 这些意外一而再再而三更发生 多名有商界背景的议员就认为 最高罚款1000万是太多 香港有98%的企业都是中小微企 1000万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为什么罚款额要和营业额挂钩呢 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吗 正如交通意外 对司机的罚质 不会考虑到他所开的 是一部超级炮车 还是一部前七 会不会是宣传可以加大一些 其实你们巡查可不可以加大一些 会不会是教育上的问题 是否一定要罚质 罚质加到这么高 是否一定是可以 过了三年之后 其实看看有没有意外 政府解释 由2009年至2020年 只有七宗案件 可以巡可供数罪行提高 只处罚1000万的门槛很高 在这里我都想做一个澄清 要既新的可供数罪行提出检控 这个门槛是相当高的 要两者同时具备 即是说 一 这件事是一个极严重的违法个案 即是它的罪责极高 或者疏分极严重 减少意外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昆布道 工业伤亡权益会认同修例 能够起到阻壳俗用 有工业意外死者交属期望 日后雇主能够更着重工人的安全 到处意外发生 但建造商会就认为 罚质过于严苛 赤立各机场自年发生致命工业以外 两个工人进入污水井做事的时候 井里面突然霧出沼气和深水 两个人怀疑吸入不明气体云岛 送远之后证实死亡 有死者家属相信提高佛质 能够令雇主更加着重工人安全 避免惨剧再次发生 工业伤亡权益会认用 通过修例是里程碑 认同加重罚质可以提升阻害作用 以前来说罚得太少的时候 在一些涉事单位来说 是没有一个成本在 而可能他们认为 可能我罚几万元我就给他 但是如果我要投放几百万去做安全 那我宁愿被罚 再加上努工署如果他的首证更加仔细 但是比法庭参考那两年更加精准的时候 其实是有助法庭去判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判决出来 不过建造商会认为罚质过高 又说在保障工地安全上 不同自分者都有责任 那无论任何机构 如果真的被罚一千万 你大公司好小公司好 都有很大的影响 罚质提高了 不代表对安全是打了一支防疫针 他强调工人是合作伙伴 一定会将他们的安危放在最先的位置 未来会多利用智慧工具和科技等等 监控工地安全 武士尼斯记者侄愿谋到 有政府专家顾问说 年日来一共有近700个新冠患者入院 医务卫生局长盧崇茂承认 近日疫情升温 但强调本地免疫屏障有提升 政府有能力应对 政府专家顾问刘雨龙说 医管局近期每日平均接获超过200个新冠患者求医 过去五日平均每日百多人入院 港大病毒即时有下繁殖率 今个月初开始上升 去到上星期二已经升到1.71 即是一个患者可以传染给近两个人 有家庭医生说 近日多了新冠患者求诊 近般是长者 而当各新冠口服药的补给仍然充裕 以前一天见一两个人 现在一天可能见到六个、七个、八个、十个 大部分都是轻微的 都是发烧、咳嗽、口疼痛的 有安务院舍说三月开始接连有院有染疫 大多数几天之内就康復 没有员工中照 最多那间院舍就有十几个案子 或者是似一些流感的症状 所以又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担心 政府强调本地免疫屏障有提升 我们可以说是春夏之间的一个小的波幅 以现在我们的估计 我们是绝对有能力可以应付的 亦都我们的预计 新冠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如果没有一些特别的病毒的变异出现 以现在的趋势 病毒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就算有出现好像冬季的时候 一些爆发 它那个严重性都不会危害到 我们很多市民的健康 数目一定会上升的感染 但是感染完之后出现重症和死亡 基本上不会有一个太大的问题 不会对我们的医疗系统 产生一个不可承受的压力 最好都是戴口罩 如果你自己不舒服 那没理由上班 那你就休息一两天 不过政府提醒长者等工人士 如果接种新冠疫苗 或者确诊已经6个月 是时候接种加强势 而引多密集的地方 最好戴口罩 母鲜医机就一流进入 天气不稳定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两个小时 其间更加有强风吹袭 尖沙咀天星码头 时速达100公里的猛烈阵风 一度强雷雨带 朝早横过珠江口 天文台10点15分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屯门市区 在屯门市区下着轻盘大雨 又挖起强风 就算有遮都很狼狈 中环天色就好像入黑一样 乌云密布 车都要亮起车头灯 天文台在上午11点左右 更加发出特别提示 说会有猛烈阵风吹袭本港 尖沙咀天星码头 就录得时速 大约100公里的猛烈阵风 对岸的中环码头 也录得90公里 为什么尖沙咀的风速特别高 维多利亚港 是一条好像是一些 这风是通行没了的通道 那如果那些风是多了障碍 障碍的时候 那风速就会降低一点 但是维多利亚港 就因为海面 所以那个障碍也会相对少 所以也都有条件 使得当地的风速是更加高的 stand by most to the wifi registration 在强风之下 一架私家车 驶经屯门清云路的时候 被一架高处墮下的太阳能板 击中车头 挡风玻璃和车头损位 没有人受伤 沙田静街一条行人天桥 就有多块围板返岛 击中五女一男 其中四个人要送远 黄雨警告维持两个钟 到中午12点15分取消 天文台预料一股东北桂后风 会在下星期中期影响广东沿岸 武士尼斯记者 侄愿文报道 有时一会 回来回报道 港岛凌晨多处停电 港灯自协 说保养维修的时候 有设备发生故障 美军机密文件指 解放军已经成立无人偵察机部队 监控台湾和美军的战艦 回来新闻时间 港渡供电系统凌晨发生故障 多处地点停电 发生超过100宗运车 和警钟铃响 港灯自协 或是保养维修后 有次被发生故障 凌晨大规模停电后 港岛多处交通灯熄了 驾车洗经路口的时候需要慢洗 事故也引发多宗火警钟响 和被困升降机事故 稍记患一间湖老院火警钟响 消防到场检查 不过英王道就有人被困升降机 要由消防员协助 部分港岛区医院受到电压炒降影响 医工局说部分医院设备需要重置系统 没有病人或服务受到影响 港灯说供电系统零时49分发生故障 受影响地区包括湾仔摩利神山 摩顿台 南区的博富林 鸭利洲 田湾 和东区的杭花村 太古和沙基湾等等 经紧急维修之后 凌晨1点37分恢复正常 港灯解释 凌晨进行线路维修保养的时候 有设备发生故障 有专家认为故障原因复杂 亦对电力公司有后备方案 仍然出现故障感到诧异 可以做保养维修 而又有备用方案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停电意外 他又建议市民 停电期间应该关掉大部分的电器 避免恢复供电的时候 各种电器同一时间用电 导致超负荷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 港铁香港站和九龙站 中午部分设施电力供应 一度受影响 列车服务如常 香港站多间的商铺 中午开始没有电力供应 一片漆黑 有商铺在门外面摆放旧物栏 未有营业 也有便利店和零食店 如常做生意 不过顾客就要抹黑买东西 港铁说除了商铺 香港站和九龙站部分的电灯 扶手电梯和冷气机都受到影响 在三点前全部恢复 初步了解和港灯凌晨停电故障无关 正是了解原因 环境及生态局计划最快下半年开始 逐步在政府停车场 征收电动车充电费 有意见认为 政府电动车政策不清晰 或者会阵外车主转用电动车的意欲 现在电动车泊在政府停车场 可以免费充电 葵方停车场正在装自助缴费的充电机 预计上半年开始测试 上加政府在2021年公布 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 政府停车场免费充电 致在提供经济诱因 鼓励公众转用电动车 当时提及大约2025年开始收费 不过环境及生态局 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显示 最快下半年逐步征收充电费 打压了一些想要换电动车的朋友 当局强调公共充电设施 主要是有需要的时候短暂保电 暂时未列出收费水平 一架车大概每一次可能差到114度电 通常电费就是117.5人钱 即是说大概每道电是过一至过二人钱 很坦白我们希望收回成本价 如果不是的话也希望不要超过2元以上 就一定是2元以下已经是有利润的了 他又希望政府停车场里面能够装多些快中速的充电机 并且制定管理规则以防有人长期占用 直至2月底有50,700部登记电动车 而去到去年年底公共充电器有大约5,434个 达到当局在2025年不少过5,000个目标 而新建私人楼宇就提供大约3万个充电车位 无线电视记者吴亚軒 华星敦有报报道 日前外洩的美军机密文件显示解放军预计很快部署 第一支偵察无人机部队 加强对台海周边美国军舰和基地的偵襯能力 美国军事机密外洩持续发酵 华星敦有报拿到另一份文件 涉及解放军将部署第一支无人机部队 大大提升偵察行动能力 报道说美国军方评估高空偵察无人机的速度是音速三倍 可以收集地图实时数据 在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执行导弹攻击 报道又说解放军并且正取得可瞄准台湾周边美军军舰和军事基地的能力 这份被列作机密的文件 居报来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告 附有去年8月的卫星图像 显示两架无精8无人偵察机 在中国东部安徽省陆安一个空军基地 距离上海内陆大约563公里 并且有无人机 以及放出无人机军陆轰炸机的预计飞行路线 可以进入南韩和台湾空域 报道说评估认为解放军几乎可以肯定 已经在那个基地建立了第一支无人机部队 并且很快可以正式部署 基地提属东部战区司令部 东部战区曾经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的演习 报道说文件上载在一个通讯应用程式 据报上载的人是上星期遭到美方拘捕 及起诉的空军国民警卫队士兵特謝拉 母线电视记载影杰尔报道 美国洛欠马丁和雷神导弹同防务公司 因为参与对台军售 早前被中国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商务部公布更多制裁的细节 包括禁止中国公司和他们做生意 据报美国有间国防承包商代表 下个月将会访台讨论合作生产武器 商务部今年2月将美国两家武器製造商 鹿蟹马丁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 这日不可靠实体清单 禁止他们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 更多细节在星期二公布 商务部发言人说禁令要求中国企业 从事出口、过境、转运、通运等活动时 若明知实际进口商或用户是上述两家美国公司 就不得开展相关的进出口活动 为者将会被追究责任 至于受制裁的个人 就包括洛蟹马兵的行政总裁、 营运总监和财务总监 以及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的主席 和两名副主席 禁止他们入境、作华工作、停留和居留 规定也适用于企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发言人说两家公司长期参与对台军售 性质恶劣 中方的做法是为了防范中国产品 用于其军工业务 并且要求中国企业加强调查 核实交易信息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武器供应国 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去年9月 和台湾签署总值超过4亿美元合约 帮助台湾军方升级雷达 日经亚洲引述美台商会会长说 25间美国国防承包商 计划5月初派代表到台湾 讨论联合生产精准导引炸弹和无人机 并且希望和蔡英文会面 是4年来首次有美国国防产业大型代表团访台 报导又说美国政府正尝试游说一些欧洲国家 和台湾加强防务关系 可能包括曾经和雷神合作研发 神兼导引炮弹的隧典 保鲜电视记者朱少林伯德 苏丹政府军和伴军冲突持续 年日来最少270人死亡 超过2600人受伤 当地粮食物资短缺 据报有士兵冲突期间乘机抢掠 日本政府计划撤桥 苏丹冲突持续 首都客土木传来频密的炮声和枪声 冲突令苏丹民不聊生 赫土木一间超市指正大量 凶凶如也的水桶 雪柜都基本清空 有当地民众需要驾车到其他地方 购买物资 在北赫土木有不少居民 涌到六个社区内唯一 仍然开门营业的面包店买粮食 因为出门太危险 留在家的民众供应短缺 需要和邻居共享物资 当地药房和集货铺仍然继续营业 向受影响的民众提供必需物资 据旅居当地的旅游博克说 有士兵在冲突期间乘机抢掠 苏丹政府军和半军快速支援部队 上个星期六起爆发冲突 半军当地星期二早上宣布 出于人道主意接受国际畅议停火24小时 但政府军表示不知情 直到下午轮到政府军宣布 由埃曼6点开始停火24小时 但就遭到半军指控违反协议 半军说政府军在停火协议生效 只是15分钟就空襲人烟囚密的地区 危及平民生命 冲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日本当局星期三说 计划出动自卫队撤走在苏丹的桥民 已经和现在在当地的大约60名日本公民取得联系 他们都没有受伤 联合国就形容今次冲突 组成人道灾难 无线迪斯记者陈卉山报道 下一节还会报道 北京长风医院火警增加到29人死亡 院长等12人被刑事拘留 北京有港资生物科技企业研发mRNA肿瘤疫苗 上个月获准临床试验是内地首例 回到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长风医院昨日大火增加到29人死亡 初步调查相信火警由施工火花引起 医院院长等12人被刑事拘留 市政府说会加强巡查医疗机构等查走安全隐患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大火发生后翌日 北京丰台区长风医院东楼有部分外场严重分黑 旁边较硬的建筑物 屋顶仍然看到 相信是人爬枪逃生时留下的杂物 火警星期以下就发生 由附近居民提供的片段见到 当时医院外围被农烟笼罩 有多人被困 火势在半小时救息 现场救出71名患者 其中多人抢救无效身亡 起火的东楼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 主要是收治危重症患者 内地传媒报道 医院近日进行装修 而起火的楼层在五楼以上 主要是老年病 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 大多是行动不便 有家属说 事后一度联络不到亲人 也未收到死者名单 北京市政府公布 有26个死者是病人 其余是护工、护士和家属 超过一半死者年龄超过70岁 已经联络所有死者家属 火灾令人动心教训极其深刻 在这里我代表私政党 对遇难人员表示深切哀悼 对遇难的家属表示诚挚和慰问 当局初步调查说 火警起因是医院内部改造工程 产生的火花隐言涂料揮发物 医院政府院长、施工公司的负责人、工人等12人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已经被刑事拘留 事后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 市委书记尹力要求以医院、养老院等机构为重点 清查整治全市的安全生产隐患 压止重大事故再发生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彰康报道 由消防界人士估计 北京长丰医院可能未有按照规定关闭防衣门 导致农烟在短时间内蔓延各个流层 反映远方消防管理不力 内地传媒引述消防队资深人士说 由事发的画面可以看到 农烟由起火位置快速蔓延到楼上几层 他说一般医院都有排烟控烟措施 当中包括常规式防烟门 作用是阻止农烟蔓延 以今次的情况来看 相信防烟门是一直打开 才导致烟霧不断向上蔓延 认为今次事故显示很多机构不重视消防管理 有内地工程家人士说近年医疗体系紧张 医院一边营业一边施工在内地很常见 但必须除得当局许可 估计事发原因可能涉及消防控制系统 或者装置失效 建筑法是规定你超过一定规模 像今次这样大的装修工程 一定要去市的建委和消防部门登记 登记的过程会叫企业负责人 他指派有一定资格和经验的施工经理 和现场安全员去负责这个施工项目 消防部门也会有指引 要在施工现场配置灭火装置 取取一定减少现场的异议物品 例如要动火工作 像是烧焊工作的时候 要有看火员在现场 异火经前一个月 长丰医院曾召开消防安全培训会议 建立以院长为首 联合各个病房负责人组成的消防安全领导小组 说有专人负责和消防相关的各个部份 原方当时强调要加强火险预防 确保万无一失 今年一月 广州天河私家车撞向行人 造成五四十三伤事故 涉事司机一审被判死刑 案件昨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说被告违法洩个人情绪 在天河区故意驾车冲撞行人 造成多人伤亡和财产损失 法院认为被告极其残忍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依法将他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少企业都在今年上海车展展示最新技术 由内地企业说 正在研究将新车和新技术引入香港 但是要解决路段适应 充电站配置和发规等问题 记者邓杰盈在上海报道 车长4.5米 没有司机位 坐的空间更加大 还有机械臂自动遞水给你 整辆车结合了21个镜头和14个雷达 这是内地网约车企业最新的自动驾驶概念车 不过这款车暂时不会在市面见得到 要坐可能就要选这一款 由激光雷达摄像头 结合了红外线相机等多种传感器 可以识别300米外的红绿灯 逆光和夜间场景 这款车现在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投入使用 也即将会量产新的车 会不会将新技术引入香港呢? 可能最先可能会在广州 或者在广东这些区域投放 所以也欢迎香港的朋友 可以就近过来来去体验 香港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 对于相对我们现在的测试区里头 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使得我们技术能够进步 能够挑战香港这样的场景 路比较窄 然后车速比较快 还有这个行人 而且需要上下太平山的这个场景 会比较多 所以有的时候像上下山的时候 可能前面看不到 我的视野可能就被遮挡住了 除了自动驾驶 不少企业也展示了智能电动科技 包括内地这家智能电动车公司 他们最新的充电站 采用了新的机械臂和控制系统 换电时间不用三分钟 公司现在在欧洲 包括德国丹麦瑞典等等 也有生产线 香港现在用右载 充电站比较少 他们会否考虑呢? 我们如果在香港推出车型 一定会把左多改成右多 一定会适应当地用户的法规 和大家使用习惯 其他方面 目前我觉得可能不太需要改 我们的换电站 通常会落地在一些 类似于停车场 或者是空地上 然后我们的充电桩 就相对比较灵活了 可以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 可以在写字楼的地下停车场 我们到时候进了香港市场 再去做评估吧 我相信不会是太困难的一件事 今年上海车展主台系 拥抱汽车行业新时代 引入了不少人工智能 元宇宙等科技理念 希望描绘未来汽车 带给人类生活的无限可能 毛氏电视记者邓杰盈 在上海报道 北京有港资生物科技企业 成功研发内地第一款 进入临床测试的MRNA肿瘤疫苗 相信未来有助治疗癌症患者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了解过 中科院肿瘤免疫学博士陈立 五年前在北京开设实验室 专门研究个性化精准治癌手段 我母亲在2016年被诊断出 患有晚期的卵巢癌 3C期的卵巢癌 当时我在想如果能鉴定出 我母亲的个性化抗原靶点 从而调动她自身的免疫系统 应该是可以在标准治疗以外 给予她更多的帮助 陈立的团队研发应用 MRNA编辑技术的 个性化肿瘤疫苗 能够按患者的个人状况 向细胞发出指令 针对癌细胞激发免疫反应 上个月获得国家药监总局批准 临床试验是内地的首例 陈立说距离病人能够真正受惠 仍要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临床实验的数据 证明我们这个药品的安全有效一致 最终能够被批准商业化至5到8年 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大概需要这么一个时间 新冠疫情加深了大众对MRNA疫苗的认识 陈立就认为疫情造成阻碍 但同时加速了行业的发展 陈立又说政计划申请香港的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 希望未来以香港为中心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 茂法局就说香港可以发挥金融中心的优势 比北京更多的科创企业集资 香港本身拥有很多一流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我们有很多国际的人才 在这方面觉得有很多的配合 可以和北京的生物科技方面的发展 做一些研发方面的一些项目的合作 他又说五月举行的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将促进两地的合作 无视电视驻北京记者陈彩康报道 鲜体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收报20367点 跌2882点 总成交999亿 欧洲股市 凌敦富士100指数跌16点 巴黎Kat指数跌3点 德国DEX指数跌31点 稍后回来会报道 人工智能聊天机下人有新用途 有中学用来帮民朋友考生避史 借被青蛙的22岁大熊猫临怀病逝 中方说要查识因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有中学引入人工智能聊天机下人 check GPT 协助应介民朋友考生避史 有校长说工具应用在教学上有好处 但需要先经教师指导 只要输入指令或问题 check GPT就会生成回应 但可不可以让学生在课页中应用 教育界都有分歧 有本地大专院校更加禁用 观堂这一间中学 就支持学生学习应用check GPT 例如辅助中英文写作 自己上网找 我们找完之后 找完就算 我们只要一个列给他 所有的资讯出来 当中最少可能要半个小时至一小时的时间 但如果用check GPT 它可以在一两秒之内 就可以将一些很有用的资讯 给一些更强而有力的点 给我们 我们可以跟着这个方向 给自己的论具 有些见解加入 譬如有个文章就是关于禁区 可能我问他关于禁区的大纲 故事方向 他都会给我的回复是 因为过于表面 都是会说禁区是什么 有什么用 但其实真正想要的是 要能不能带出那种人生反思的目的 校方也都教导中六生用来被占文憑史通识科 强调只是参考内容 激发思考 而非背重抄袭 校长说融入课程 亦都能够加强学生的数码素养 通过自己的思考 如何重新组织 我的东西才是成为自己的 校方说会先在初中的电脑科系统 这样教授人工智能的应用技巧和素养 再在高中融入到不同主题的课堂里面 希望更好协助未来几届的考生 被考文憑史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尔报道 中国租借给泰国的大红猫林慧细 22岁痴性大红猫林慧 星期二身体出现异常 有网民拍到它被出血 颈部有血迹 精神状态不好 通知治癌员和受医检查 中国大红猫保护中心和动物园展开会诊 在抢救过程中 中国驻清迈总领事馆派人去到现场协调跟进 林慧在星期三凌晨1点多离世 中泰双方专家将会联合调查 中方已经要求泰方妥善封存林慧尸体 林慧在2001年9月在四川恶龙出世 03年和红胜大红猫创创 一起租借给清迈动物园 在6年后生了个女儿林冰 深得泰国人民的喜爱 7点半新闻报道完再见